这是我们店里的一道招牌菜 富贵牦牛头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有用牦牛头做的菜是不是 对 要不然你今天带我见识一下 那行 今天先随我们的厨师到市场上去 选这个牦牛头 严桂东介绍的这位厨师 叫汪云胜 他带我们来到续产品市场 据他介绍 制作富贵牦牛头最关键的 就是要挑选出生两到三年的公牛头 那汪云胜具体是通过什么方法 来挑选牦牛头的呢 皮厚的话就是公牛 原来是这个母牛的脸皮也比较薄 是不是 像超过五年的话 他牛腿都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话 就是说他这个不光滑 明白了 就是如果年岁比较大的老牛 他这个脚上会有那个棱在上面 是不是 汪云胜如此慎重仔细地挑选食材 也是为了让需耗费八个小时 才能烹制出来的富贵牦牛头 口感更加完美 我觉得好壮观啊 这可能是我见到的最壮观的 这个后厨的 这你看整整齐齐码的 都是这个牛头 一个牦牛头重量 至少在17.5千克左右 整个牛头烹饪起来 既费时又费力 除非顾客特别定制 否则 严贵东他们就只会准备 切拌的牛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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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